大家好,歡迎來到2Z檔案 我是沖安調查員吳Sir 在這兩年疫情期間 相信大家都沒有機會不想消費 但不知道大家在疫情前有沒有不想消費的習慣呢? 又或者喜不喜歡深圳按摩特骨呢? 今日吳Sir為大家帶來的案件就是 前華籍英兵為了騙保險 不想尋傳歡祥女子 而最後殺妻的案件 究竟案中的男子是如何由一位以救人為天職的救護員 因為沉迷美色 最後因為這名女子而散盡家財 竟然為了得到老婆份保險金 殺死自己結婚18年的妻子 最終踏上這條不歸路 2003年的9月30日上午9時39分 當事人梁永成打電話報案 她說早上跑完步回到家裡的時候 發現太太昏迷在家裡的房間 地點是中西區秘魯寨街102號 聯友新樓19樓一個單位 請求派救護車把太太劉少嫻送院 救護員到達上述的地點後 見到報案人梁永成站在家門口等待救護員入屋 救護員入睡房之後 見到報案人的老婆劉少嫻 躺在床上 上身的衣物被拉至胸部的位置 睡庫也被拉到膝蓋的位置 露出內褲 當時那名女子已經沒有呼吸和脈搏 但身體仍然未僵硬 在送院的途中 救護員仍然為劉少嫻進行急救 劉少嫻被送到瑪麗醫院的時候已經證實不治 發醫驗屍的時候 發現劉少嫻的血液內有安眠藥的成份 頸部也有被勒傷的痕跡 但就沒有受到性侵犯 死亡的時間在凌晨2點至3點 為何劉少嫻的頸部會有被勒傷的痕跡 而作為救護員的梁永成 為何只是站在家門口等救護員到場 沒有當場為太太進行急救呢? 到底劉少嫻是怎樣死亡 當中又發生了些什麼事呢? 案中的男主角叫梁永成 出生在1960年 當年43歲 在1997年前擔任華籍英兵 香港回歸後第二年投考消防署救護員 駐守摩利神山救護站 女主角劉少嫻出生在1960年 在案發的時候同樣是43歲 職業是文員 兩人在1985年結婚已經結婚18年 有一個16歲的女兒和一個14歲的兒子 華籍英兵是駐港英軍核下 一支由香港華人組成的軍事部隊 在英軍服役的華人 在當時又被稱為華籍英兵 因為在英軍擔任軍職的人員 都需要擁有英國國籍 他們的主要職責是防務治安 災難救援 倒截走私等等 華籍英兵在1997年3月31日正式解散 駐港英兵的部分職務 其後雖然由各紀律部隊分擔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後 這批華籍英兵當時並沒有調職機制 沒有辦法順利過度去其他政府部門 如果要投考其他紀律部隊 是需要經正常程序重新投考 警方經過深入調查後 發現梁永成說早上9點出去排原步回到家 發現太太昏迷 與法醫官在驗屍後的死亡時間判定 為凌晨2點至3點這個時間 出現最少6至7個小時的差距 還案組探員認為梁永成的口供有問題 要求將他帶回警署進行錄影作供 回到警署後梁永成不斷否認殺妻 而且對探員的提問保持沉默 同早上在案發現場滔滔不絕的表現 簡直就是判約兩天 由於警方沒有捉他的證據起訴他 久留48小時後 在2003年的10月2日 准他以5千元保釋外出 警方調查的案發地點是一棟住戶 是要用智能卡進出的大廈 每一位住客進出的時候 都需要拍個人登記的智能卡 才可以出入這棟大廈 大廈公眾地方和所有樓梯 都裝有24小時的閉路電視 探員回看現場的閉路電視紀錄 在案發前後12小時 沒有發現有可疑的人物出現 因此梁永成被列為重大嫌疑人 要定期到警署續保 警方經過詳細的核對鑑證 在案發現場找到的細微精物 都可以找到這些證物的主人 沒有環境證據證明案發的時候 有第三者進入過現場 警方已經排除有刺人 將死者艱劫的可能性 案發期間 由死者的死亡時間推斷 屋裡除了死者之外 只有3個人 其中包括死者的丈夫梁永成 及一對子女 在死者層屍的睡房裡 只有梁永成和死者劉小限 監證人員隨後發現 死者的頸部留有一條毛巾的纖維 而案發現場找到一條毛巾 毛巾的兩邊有梁永成的手掌皮膚組織 死者身上的衣物 也留有他的衣服纖維 顯示死者被勒死的時候 身體和他有接觸 從衣物纖維的分布情況推斷 梁永成當時跪在死者的雙腿之間 彎底身用雙手 將緊纏在死者頸部的毛巾左右拉動 令毛巾緊纏死者的頸部 最終導致他窒息致死 死者上身的衣物被拉至空前 睡婦也被拉到到膝蓋的位置 但就沒有被暴力性侵的痕跡 深陣的依賴柯世英 信中的內容說 2003年劉小嫻發現丈夫梁永成寫情信給依賴柯世英 劉小嫻對丈夫有外遇感到難以置信 她一直覺得她丈夫是一個好男人 劉小嫻還說 她的丈夫似乎是迷失了方向 不停地放縱自己 而且經常往返內地 每次回到大陸之前都會用各種不同的藉口解釋 令她覺得不厭其煩 這封信中裡提及到梁永成在深圳包依賴 而這個依賴柯世英 極有可能是這宗案裡的重要證人 於是從案組在2004年4月17日 去到梁永成的家裡 打算查問柯世英的下落 除乎個人的意料之外 入到屋內有位留有一頭長長的手法 外貌山得十分標致 年齡大概20歲左右的女子 就坐在客廳的梳化上 暗完查問之下 這位就是信中提督的爾拉柯世英 在上世紀90年代 香港和內地的物價有很大的落差 港幣的匯率高於人民幣 香港和內地的往來頻密 交通也十分方便 而且在2003年 黃光口岸還實施24小時通關 就是因為這樣 有不少香港的男士都喜歡不上消費 甚至喜歡在寬場上結識女子 這種行為就俗稱是沉船 這些男士使錢一般都很豪爽 而且他們表現得非常有錢 有時候為了得到這些女子的寬心 更不惜一紮千金 但其實有大部分的男士 在香港只有一般的收入 甚至乎因為這樣而導致入不敷枝 岸然將柯世英帶回警署六嘴口供 她否認是梁永成的侯主 但承認和梁永成是在深圳 進行性交易時認識 這次是持雙程正來香港 來香港的目的只是探望梁永成 柯世英在警員的陪問下 終於詳細交代了她和梁永成拍拖的細節 柯世英表示 梁永成和她在一起的時候 都表現得很豪爽 也經常買名牌的手袋和化妝品給她 每個月也會給一定的現金給她 但柯世英表示 和梁永成一起的時候 她都是著重於物質多於感情 而梁永成也明白 她只是自己一廂情願 從來沒有得到柯世英的感情 直到2004年9月20日 警方認為已掌握到足夠的動機證據 向律政司請示後 在梁永成第15次到警署報案的時候 正式以謀殺罪名將她拘捕 第二日梁永成被控謀殺妻子劉少恒 在東區法院提堂 她暫時不需要答辯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 轉到高等法院等候聆訊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10月29日 梁永成還了監房看管 2006年2月9日 案件在高等法院開審 被告梁永成否認殺死的老婆劉少恒 控方在開庭的時候向陪審團指出 被告梁永成的殺妻動機 是在深圳鮑爾拉的巨額洗費 令到她債台高足 甚至乎將自治的物業加案都不夠洗 在2002年年底 因無法應付鮑爾拉的開支 寫信和她分手 唯一的可能就是梁永成 企圖殺死妻子後 將會獲得百多萬的人獸保險 老婆死後 迎娶內地的依賴柯勢英 被告梁永成為了掩飾殺人的真相 編造有賊入屋進行間劫的故事 主控官提出疑問說 如果一賊人要殺人 勒死死者只需要幾秒的時間 賊人亦都可以用刀 為何要用安眠藥呢? 被告被老婆服食過量的安眠藥 目的就是令到她失去意識 無力反抗 而且鑑證人員發現 死者頸部留有一條毛巾的組織 而毛巾兩邊也有梁永成手掌皮膚的組織 死者身上的衣物也留有她的衣服纖維 顯示死者被烈死的時候 身體與她有接觸 法醫根據死者血液中的安眠藥濃度 以及解剖屍體時候的體溫 推斷死亡是凌晨2點至3點 不可能是被告所說的早上8至9點這個時間 換言之被告的不在場證據並不成立 梁永成致辯當時說 安眠藥是我老婆自己拿來吃的 她說要吃4粒才有效 當時我勸過她不要吃那麼多 但她不聽 而且我兒子可能聽錯 以為是我給4粒安眠藥他吃 事發之後兒子曾經問過我這件事 我怕她聽點不聽點 所以叫她在警署陸口供的時候 就不要提安眠藥這件事 梁永成又說 和按摩女郎柯細英只是純粹性關係 從來沒想過娶她 堅稱是不會為了一個不乾淨的女人 而殺死自己老婆 梁永成打算將她殺人的動機推得一綱二綱 最終同日夜晚8點 陪審團一致裁定梁永成謀殺罪名成立 她為了得到太太死後的8萬保險金 一雙情願打算和兒子雙叔雙妻 不惜殺死結婚18年的老婆 同時亦令到一對子女永遠失去他們的媽媽 法官依例判處梁永成最高刑罰 終身監禁 案件雖然報告都很周長 未做一個入屋監殺的現場 但案發現場沒有暴力進入的跡象 劉少嫻的屍體也沒有被強姦的痕跡 而且梁永成變得過分冷靜 最終露出破綻 天網恢恢,最後都是難逃發望 大家有什麼意見,想表達或評論的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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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